一花以世界,一叶已如来 很多人都害怕自己跟不上时代的潮流 拼命地追赶 在喧嚣中不断地追求 可是事与愿违 往往在喧嚣过后 体会到的是更加深刻的失落和厌倦 有时即使是在喧闹的人群中 还是能体会到深深的寂寞与孤独 去年驾车飞驰在大别山的群山之间 连绵地从山峻岭,绿海森林 刹那间,惆怅就倾过心头 那份寂寞让我一路开出数十里远 在孤独中,有时滴落的情绪 会营造一个弃之的,悲怜的境地 每走一步都举步维艰 悲怜了自己,悲怜了世界 而孤独帮助我们理解生活 发现人生的本质 情绪有好有坏 低落会不分场合的袭来 孤独就让我们看到 他们所说扎堆的往往不是朋友 是寂寞的人群 有时我们恐惧孤独 是因为我们害怕面对自己 了解了孤独的本质 我们才会和孤独安然相处 因为只有和孤独自处 你才会找到通往内心世界 丰盛的道路 一 喧嚣不能治愈孤独 独处可以 孤独是一种体验 是一种心境 和外界环境无关 有时 人一旦感到孤独 就会害怕独处 总想要找到喧闹的环境 以为人多了 就不再恐惧 有说有笑 有打有闹 时间就会过得飞快 孤独就会被赶跑了 一有空隙 她就会卷土重来 而且她的威力 更甚往昔 小语说 自己是一个特别害怕独处的人 她总是把时间排得满满的 什么时候和闺蜜逛街 什么时候和朋友看电影 什么时候去聚餐 什么时候去徒步 实在没人陪了 她就找个网吧或者地厅 必须要人多的地方才行 究析原因 小语苦笑 现在的人 谁没体会过孤独呢 一份工作 一个城市的落脚点 一只慵懒又黏人的小猫逼 几个还没来得及身交 就渐行渐远的同事和朋友 这就是小语的全部 无人与我离黄昏 无人问我周可温 无人与我碾锡灯 无人供我书半生 无人陪我夜以身 无人与我八九分 无人视我相思泪 无人梦我与前尘 无人陪我顾星辰 无人醒我插一了 无人听我树中长 无人解我心头梦 每天醒来 最怕的就是在这个快节奏的城市 和生活会脱离了自己 小小的掌控 变得遥远又陌生 所以 小语想往人堆里去 想往喧嚣里起 以此来证明自己并不孤独 我们内心中有沧桑 有恐惧 有悲伤 这些负面因素 在我们独处的时候爆发出来 让我们的心灵 饱受折磨 每个人都不想 在这样的状态下 所以很多人选择逃避 只是逃避 永远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唯有解决心中的忧伤 和患得患失 才能真正的战胜孤独 二 喧嚣是为了模仿别人 独处 才成就自己 在如今这个浮华的世界 富足的精神世界 对一个人来说 尤为重要 当我们独自面对 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需要学会 更好的与自己对话 从内而外地改变自己 只有这样 才能成就最好的自己 独处的时候 就是正面自己内心的时候 有人一辈子都不曾真正直面自己的内心 总是在逃避彷徨中 切系切背 当我们正面自己的内心 并让这些负面情绪 真正得到自己的关注和理解 与自己建立链接 这才是真正战胜孤独的方法 当你与内心建立了链接 你会慢慢地爱上独处的感觉 与自己和解 你就挣脱了枷锁 拥有了自由的灵魂 刘若英就是很会享受独处的人 他从小生活在祖父母家中 从小有自己的房间 喜欢自己跟自己玩 一个人躺床上天马行空 胡思乱想 从来不会因为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而害怕 他将自己和先生的书房 安置在家里最远的对角线 有独立的空间 可以各自做自己有趣的事 俩人一起去看电影 也可以一起出门 到不同的电影院 看各自喜欢的电影 不用钱就睡 在咖啡馆里 先生在玩手机 他在审友 在一起却又保持这自处的能力 比没话着话说更轻松自在 夏日有人账有句台词 我必须承认 生命中大部分时光是属于孤独的 努力成长 是在孤独里可以进行的最好的游戏 独处时和自己的内心对话 有时会感到孤独 这最能听从自己内心所想 不迷茫不从众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快 工作压力大 所以更珍惜与自己独处的时间 独处不意味着没有正常的社交 而是真正能和自己相处好的人 才有能力与别人更好 更长久的相处 舞蹈大师杨丽萍 一直都是独自一个人生活 当别人问起她是否感到孤独时 她说 一个人在最安静的地方 你感觉水也是你的伴侣 这不孤独 一点都不孤独 真正心灵丰满的人 会爱上独处 她与自己的内心建立了连接 你不再需要外界环境 去增加自己的安全感 自己就是这个世界 世界就是自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